好姐师傅呢 我们看到在街边直接摆起工作桌 大展好手艺 这是台湾道地流水席 而且这回不止在南部哦 来到了三重空军一村 最近学演的舞台就有特地邀请到 是师傅怀疑整个道地流水席的味道 曾博塞他们透过是呢 北部的桌菜 他们就说其实常见佛跳层 而且这过程呢 习惯是用木制蒸炉哦 好 营用出了这个不同的特色味道 带你来看看 一连好几项食材 在俐落刀工下瞬间成备料 好几个师傅就这么在街边 大展好手艺 这正是台湾道地流水席 不止在南部 在北部街头也飘香 整锅饭下锅淋上满满香菇肉丝 下一秒师傅拿起锅铲 顶着大火用力大锅炒 弄弄香气扑鼻而来 起锅后再用荷叶包起 送入蒸炉加热 新鲜蛋液划过肉网汤勺 下油锅炸成酥 等待实际翻面 起锅准备来做最道地的白菜卤 一大道经典台菜 全出自中破塞之手 累积四十年的手艺 师傅也透露南北菜色大不同 不外乎一定要出佛跳墙 如果一般洗烟的话 一定要佛跳墙这个东西 那油饭 我们北部叫油饭 南部就叫米糕 那当然它的差别性是 南部的煮比较甜 浓浓蛋液铺上切花香菇 及豆腐秋灰等 放入超大蒸笼 冒出整整热气 像这样路边摆起现场料理的流水席 在北部越来越少见 这回来到三重空军一村 师傅还原道地流水席味道 北部会比较采用 就是说也是当天食材 但是我们入到蒸笼里面 那北部的蒸笼都是用木头的 所以那个在蒸的过程 气味就会不一样 然后他是演了一个村长嫁女儿 然后结合台湾的伴桌文化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很沉浸的体验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就很像真的来吃一场喜酒的感觉 原先的戏剧发想到落地实现 让民众不只在戏里 在北部也能有合适场地来拌斗 品尝最道地的台湾古早味 记者黄家卫 张成君采访不到